它有双2.5G网口 还有双2280的PCIe 4.0X4的NVMe接口 还有四个高刷显示输出接口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为大家介绍 装置Intel Ultra 5 125H CPU的 大满贯接口水桶机 Raisen Mix Pro 去年我们定义旗舰迷离电脑 都有近乎完美的接口配置 双NVMe和双2.5G网口 三到四个高刷显示接口 可是今年的旗舰机标准 有朋友说必须得有Oklink接口 等于是把旗舰机的标准提高了 于是文靶既有主流CPU 又拥有大满贯内外接口的 但并不是今年顶级旗舰豪华配置的小主机 称之为大满贯水桶机 一般来说水桶机不一定是旗舰机 但旗舰机必须拥有水桶机的大满贯接口 大家觉得哪些配置你认为 2024年水桶机不用必须拥有呢? 比如满血的HDMI 2.1 还是Oklink接口 Raisen Mix Pro 装置的是Intel Ultra 5 125H CPU 14核18线程 类置112EU的ARC核显 双通道DDR5内层5600MHz 双M.2 P3E 4.0 NVMe接口 视频高刷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加WiFi 6E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呢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单槽小电源是19V 6.32A 一共120W功率 小主机是金属机身 塑料顶盖 顶盖上有雷神的logo 机身接口 前面板电源开关键 三个USB 3.2A口 全功能Type-C接口 前置耳麦口 后面板 19V电源接口 雷电式接口 后置耳麦口 HDMI 2.1接口 DP 1.4A接口 双USB 2.0接口 双2.5G网络接口 性能模式切换键 底部 双侧和后部都有通风口 取下底部4颗螺丝 用翘片翘开上盖 上盖有雷神LED标志连接线 正面是系统风扇 再取下4颗螺丝 揭开后部风扇盖板 注意风扇的电源线有些短 双DDR5内层 5600MHz 双2280的M.2 PCIe 4.0 NVMe接口 NVMe下面是WiFi 6E的无线网卡 BIOS很简单 出了启动顺序 几乎没有啥可以设置的 我们的另找方法 进入雷神控制中心软件 我们可以切换三种性能模式 切换时 小主机顶盖的雷神LED标志 会变换同款颜色 今天我们测试的是最强悍的狂暴模式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开始运行在66W 很快下滑到63W 整机功耗运行在90W左右 CPU整体频率运行在4.2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50分钟内 CPU功耗一直保持63W左右 时温35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98度 内存温度最高上升到52.5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46度 我们首先使用雷神Mix Pro主机的 Ultra 5 125H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2分10秒 共计730秒 成绩比其他两家的125H稍微低了一点点 但比13代CPU的解码时间要快不少 CPU-Z多线程6682.5 代线程729.8 多线程性能介于其他两家的 Ultra 5 125H之间 GagBench 5多核10964 单核1664 多核成绩稍稍领先了 我们测试过的其他两家的125H GagBench 6多核11586 单核2300 多核成绩和其他125H没有啥差别 CGagBench R23多核14676 单核1701 仍然没有差别 几乎一样 Passmark多线程26342 单线程3729 多核成绩和其他的125H差不多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Ultra 5 125H 63W的性能发挥 和友商65W性能发挥的125H 没有差别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121,0733 CPU得分57,1108 我们还给这台125H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90,2974 XX20,470,637 Coremark 442,804 在Coremark成绩上和友商的125H差不多 比明凡MS01-13900H要高 但不如AMD的7840HS 接着玩游戏 接着玩游戏 地平线5 1080P中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60多帧 复杂场景50多帧 荒野大标克2 1080P低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35帧 英雄联盟 4K中画质 最后大弹转 90帧左右 原神1080P高画质 跑起来战斗起来 50多帧 青雄铁道 1080P非常高画质 跑起来60帧 这就是112EU的ARC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游戏测试完以后 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传感器数据 时温35度的时候 CPU最高温度93度 SSD最高温度46度 内存最高温度58.5度 我们也看一下3DMark的测试结果 Time Spy 2963 File Strike 7566 Steel Lomad 9 2575 稳定度99.3% 把3DMark的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和机械革命的125H成绩是一样的 3A游戏表现 离7840HS确实还有一段距离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 4K 144Hz 8bit RGB的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满血的HDMI 2.1标准 雷电4 DP1.4 全功能Type-C接口输出 DP信号 最高支持4K 144Hz 8bit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这支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雷电4 DP1.4 全功能Type-C接口 能够支持4K 160Hz的 8W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Intel ARK 112EU的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本地8K64帧 F1视频 YouTuber 8K64帧F1视频 可以流畅播放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6100兆币每秒 达到了PCIe 4.0X4的中等水平 雷电4外接雷电硬盘盒 3100兆币每秒 满血的外置存储读写能力 Wi-Fi测试 Intel X211 Wi-Fi 6E无线网卡 跑上了8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非常好的水平 螃蟹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这些2.5G网卡 没有兼容性问题 雷神MIX Pro 装置了44和18线程的 Ultra 5125H CPU 63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100W 待机最高功耗11.2W 按这个结果 120W单槽小电源 可以搞定 室温35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54度 SSD待机温度40度 这台小主机 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53分贝左右 社会在耳边是46分贝 雷神MIX Pro 迷你电脑 装置了14和18线程的 Ultra 5125H CPU 63W的性能释放 性能表现不错 比13代i5强 和13代i7差不多 与其他的Ultra 5125H 性能不相上下 它的内外接口 可以狠狠夸一夸 四个高刷显示器接口 Intel CPU这边 算是第一次见到 让我对 Intel小主机的显示接口 信心增强了 双2.5G网口 双NVMe接口 这算是大水桶机的标配了 要放去年 这是妥妥的旗舰机 对了 前后双音频接口 是非常棒的 而且还有音频软件 来优化你的音频信号输出 这在迷你电脑上 还是首键 加上雷神控制中心的软件 我觉得雷神价的软件研发能力 也不错 雷电4接口和全公文Type-C接口 都可以介入PD电源收电 这点也可以夸奖一下 总结一下 性能释放还行 散热和静音稳定 这大满观接口 是目前我测试的 Intel小主机 很优秀的 数一数二吧 雷电4和Type-C接口 都兼容PD电源 这绝对是目前接口最友好的 迷你电脑之一 对接口有强要求 同时又需要Intel CPU的朋友 别错过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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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meta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